娱乐圈的明星在享受粉丝追捧的同时 也免不了会遭到黑粉的攻击抹黑 11月27日 张艺兴起诉某黑粉的名誉权案胜诉 要求该黑粉在微博置顶10天道歉声明 并且赔偿张艺兴10万元 及相关维权合理支出 令人意外的是 黑粉不但没有道歉 反而发文称 是啊 坦坦荡荡 并配上了微笑的表情 一次在讽刺张艺兴工作室胜诉后的表态 随后张艺兴妈妈一连用了5个问号回对黑粉 表示不知道自己的儿子做错了什么 要逼人恶毒的诅咒和嘲讽 网友表示不喜欢某个明星很正常 但没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精力去黑别人 前几天张艺兴在社交平台上发表了一段视频 正面回应白莲花 假努力 真无知的恶评 张艺兴称这些标签只是大家看到的一半的她 她并不反对别人质疑她 未来会不断充斥自己 相信未来张艺兴会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实力